中山 韩伯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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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語 國語 韩伯雲 中山 韩伯雲 中山 韩伯雲 總統選組民 術民選組合 好看啊 成像好看啊 沒有跳舞 成像 不少買 不買就離開而已 罷免什麼 這麼好是來罷免 你們去死吧 罷免什麼 你們高雄人嗎 你們高雄人嗎 高雄人就不能關心台灣 我請問你 你是不是在高雄 我願意出一千塊嗎 又不是店家 我是客人 不要這樣子 烏魯韓國瑜 好 不要再講 小姐高雄人 你可以拋上我 學生很奇怪 我們要講話嗎 我們要講話 我們要講話 韓國瑜快要累死了 你們知不知道 好 趕快去看一下 漂亮的高雄 高雄人 你們這些人 不會漂亮的啦 他做了什麼事 然後他就一直講說 我就是覺得他很好 然後一直狂罵我說 你們這些小朋友 動什麼動啊 那是高雄人嗎 然後我就說 我不是高雄人 我就不可以關心台灣政治嗎 而且現在是民族社會耶 他都已經被拉到後面了 然後我們兩個走下去 要把他拉走 我真的不懂 那個人真的是瘋了 我們都沒講話 然後一直罵我們 現在韓粉放話說 在這次高雄光光節的時候 放話說要燒一些 反韓的一個店 好 謝謝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韓粉你知道 你就沒有說到 你做的愛與包容 因為他們嗆說要燒店家 好 謝謝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好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 其實就是這一個店家 叫做廣德家的 當時他就在7月6號的時候 說我愛台灣只限兩日 然後感謝韓粉 感謝高雄觀光局 邀全大高雄店家 響應高雄觀光日 但是他就說了 原價是70 但是韓粉發大財 所以特價1000 然後慶祝高雄發大財的特價 但是如果你抵制 罷免專案的話 有手持寫好的罷免書 或是有照片佐證到本店家 哇 就可以兩天免費喔 可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那個小女生她說 我其實也花了70元 我就是客人啊 為什麼這位大神 就對著我狂吼呢 當然韓粉不只是 到店家這邊去狂吼 甚至於還直接要找查說 欸 那你為什麼不開發票 你是不是逃漏稅 帶你來看 排隊買煎餅 老闆手上忙得很 但消費者急著表達自己身份 我是韓粉 韓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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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70元嗎 還是一千 一千好 我就買一千 請問你沒有發票嗎 沒有發票 就怕老闆沒有聽清楚自己是誰 強調是韓粉要買一千 接著開始質疑 那沒有發票 你賣一千 那你的稅金繳在哪裡 目前我們是沒有達到稅金的 你們沒有達到稅金的金額嗎 所以你沒有 沒有繳稅金 然後你說你愛高雄 請問你怎麼愛 我愛高雄 對啊 你沒有繳稅金 你卻說你喜歡 你卻說你愛高雄 那這樣子對嗎 沒有開發票怎樣愛高雄 這問題讓老闆錯愕 愣了大約三秒 思考著愛高雄 和開發票的關聯性 這有等號嗎 而且不只有討發票 還有韓民說他提供免費的 煎餅支持 罷韓已經違反了選罷法到 禁局提告 就從禮拜六禮拜天到現在都沒有睡覺 因為會有不同的電話 對 然後打來就是也只有髒話 你再怎麼錄就是這樣而已 從星期六開始 煎餅店業者日以繼夜遭到韓民關心 白天在店內流竄質疑 晚上黃打電話 業者心好累 但是愛高雄和有沒有開發票 韓民似乎搞錯方向 營業稅是屬於國稅 所以說就是上繳到中央 至於說要分配給多少的地方的話 那就按照統籌分配款 營業稅是國稅 不是直接由地方來使用 月營業額也要超過20萬 才會需要開禮發票 煎餅店的狀況 稅務單位會進一步來稽查 因為挺罷寒 而被連番攻擊的老闆 謝謝大家支持 表達未來還會更勇敢 用自己的手藝支持理念 愛台灣 愛台灣有愛台灣的方式 對 就是大家要和平相處 三連新聞 方伯鋒 朱禹榮 高雄台北 綜合報導 好 現在Ray哥哥 其實我想面對這些 真的跟我說恰恰恰 說話說起來就是很恐怖 要叫人家去死啦 或者是要斷人家手腳筋 這種韓粉 我想你在網路上遇很多 但是沒想到 真的還讓我們看到廬山真面目 對 沒錯 那麼事實上呢 你要質疑別人之前 要先Google一下 要先Google一下 不讀書也要看電視 不看電視你也Google一下吧 為什麼呢 每一家店家 如果月營業額低於20萬 他本來就免開發票 當然沒有開發票 如果你要報到怎麼辦 你可以要求他看小吃店的收據 這是基本的常識 你懂不懂 不懂 現在應該要懂了 趕快去Google一下 知道你要質疑別人的時候 他並沒有逃漏稅 全國一體適用 為街人逃跟屏東沒 都是一樣的 這是最基本的 那我個人認為 我們台灣是一個 要經民主自由開放的一個國家 所以你在這個地方 你要支持民進黨時代力量 還是柯文哲 還是這個韓國瑜 國民黨 甚至於還有人支持共產黨 這是言論自由 那麼所以你要支持韓國瑜 我個人尊重 我沒有意見 不過以下所稱的韓粉 並不是說支持韓國瑜的粉絲 是指在網路上 或是在實體上 然後用烏言諱語 甚至於用一些恐嚇之言 你看這間煎餅店的老闆 他網路就有人 用這個說 要把他抖腳抖手 要把他放回收場 那很簡單 告就對了 各位 告就對了 告不是為了 真的像韓國瑜所說的發大財 是為了正義 為什麼呢 因為你不告 你不告的結果 就讓這些蕭小 就讓這些無恥之徒 他們不斷的在網路上 不斷的這樣子 越來越離譜 越來越炫耀 不相信的話 我就是最好的例子 我不告他們 他到處罵 對不對 我就告 很簡單 告不一定會抓得到你 但你就不要讓我抓到 很簡單 你讓我抓到的話 你給他試試看 就是這樣 刑事民事 我都沒棒一說 這很簡單 所以告就對了 老闆已經去告了 那麼聽說 還有一些物言會語 全告 全部都告 一個都不要放過 只要罵你的 侮辱你的 老闆 我再講一遍 不是為了錢 是為了正義 因為任何人在台灣 都有言論自由 高雄也是一樣 對 為什麼高雄人 一定要像你們這些 韓粉一樣 然後全部要支持韓國瑜 為什麼我們不能罷免他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 有自己的定制 問題是不支持 就應該去死嗎 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你叫人家去死 你要用恐嚇的方式留言 或者是不支持 就應該要被燒房子 然後被斷手斷腳嗎 我也 我還沒有告之前 也有人說 這是黑道還是 我還沒有告之前 也有人說 如果到高雄的話 要對我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我會想可以告死你啊 你搞清楚啊 你知道嗎 所以很簡單 為什麼這樣子 根據我的經驗 只要被我逮到的 然後幾乎在出庭以後 每個人都跟我道歉 你知道嗎 每個人都尊心悔改 每個人都怎麼樣講一大堆 還願意怎麼樣再公開直播 還願意把自己的個資放在網路上面 怎麼樣講一大堆就對了 那你為什麼這樣做呢 你懂不懂尊重別人 我們懂得尊重你 所以你要消費 你要到高雄 但你到高雄來 是用剛剛那樣的方式 你知道嗎 你有沒有尊重別人 不要忘記去年選舉的時候 這些韓粉 參加三三造勢 做了一些什麼事啊 他們直接在捷運的車廂裡面唱歌 還記得吧 你有尊重別人嗎 你有把別人的自由 自由也不侵犯別人的自由 為基本的原則 你有嗎 沒有 為什麼 因為你是韓粉 因為你支持韓國瑜嘛 你就可以這樣幹嘛 對不對 所以呢 事實上 不管是恐嚇也好 不管是辱罵也好 該怎麼樣就怎麼樣 一視同仁 那我對韓國瑜市長 非常的失望 為什麼 哦 只有你的雜丁 韓兵是寶 別人都是吵 記得嗎 黃光琴的孩子 被這些 所謂力挺你的韓粉 然後攻擊成這個樣子 揚言要怎麼樣 對人生要怎樣的攻擊 你用什麼樣的方式 等於說回應 結果你女兒 韓兵 接到一個恐嚇 你說 哇 趕快送加拿大 最近不知道 不知道這個禮拜 會不會回來救父 不知道啦 然後呢 可是啊 說要回來本來有傳媒體 不是說回來又說不回來 怎樣說什麼怕還是怕被恐嚇 人家在網路上面留個言 說要對你女兒不利 你就怕成這樣 你有沒有想過別人的感受 你是高雄市長呢 你出路有隨乎呢 還有很多算說 替你做企固的局長呢 對吧 所以你要搞清楚 是嘛 我們尊重每個人 每個人在台灣 你去支持你的 我朋友也有支持韓國瑜的 那是你的自由 那是你的老的事 但是你不能對別人不支持的人 或要罷免的人 你就用這種言語上 甚至於動手動腳的這種方式嘛 所以很簡單 對付這種無恥之徒 就是讓他知道正義的力量 而正義不會凭空而降 還有在這裡告訴大家一件事 不要以為 你跟警察局去報案 他就一定會受理 很多警察單位 最近還有人不斷地跑來跟我講說 警察說 哎呀告臉書啦 告哪裡啦 都要有IP 都要有什麼 否則沒辦法受理 請參考本人臉書的交戰守則 我還教大家怎麼告 已經有十幾位 高雄 台中 新竹 然後包括台北 新北 這些網友看我的東西去告 要告成了 幾乎告成了以後 出席的時候 每一個韓粉 幾乎都像我告他們的韓粉一樣 每個都道歉 每個都賠償 每個人都怎麼樣 每個人 還有人要寫悔過書的 要求他們寫悔過書 所以不要逞一石之快 民主 民主 不是你是民 我做主 民主是彼此尊重 遇到這種不懂得尊重的人 還揚言要對 別人用這個等於說 暴力啦 恐嚇的方式的人 就是去告 完全都不要放過他 好 瑞德哥算是呢 把自己自身的經驗 都告訴大家了 所以等一下 看完節目之後 看完節目之後 可以上網來Google一下 但是我們來聽到的是 瑞德哥他講到一點非常好 就是韓國瑜的態度 韓國瑜講到韓濱 當然就笑名名很不敢 可是剛剛我們新聞也看到了 這樣的一個大媽 對這樣子年輕可愛的女生 叫人家去死 唱女學生的時候 被問到 韓國瑜不回答 她只說什麼 好 謝謝 就這樣 下一題 我們來看 這位大媽她是怎麼樣 她是直接就是把她拍下來 然後就寫臉書 要大家去肉搜這個女生 然後她說本人將跟她面對面 然後這個女生她說 店家設計欺騙消費者 可是不是就是她自己上門 登門去挑釁的嗎 然後我們來看這位女生 她在她臉書上寫什麼 她就說了 她說我今天去點香蕉煎餅 那麼被記者採訪 被韓粉罵 那麼記者跟老闆 人都蠻好的 很保護我 買完之後要去下一個地點 還看到可愛的貓咪 她就說 她看到自己很白 她覺得還蠻開心的 好 我想問這個黃傑 我想這位年輕女生 可能年紀也跟你差不多 但是因為你是議員沒辦法 其實從白眼之後 我想你也遭受到很多霸凌 但是很多可能都只是記性 或者是網路上面 你也遇過像這樣 直接咬牙對你嗆聲嗎 其實當面遇到的還沒有 但是其實網路上非常多 所以我剛剛也想說 哇瑞德哥現在有交戰守則 我一定要看一下 接下來應該非常有機會使用到 因為其實我幾乎都 只要有就是對我人身攻擊 甚至有很多是性秀入的詞彙 我都是有截圖存證的 那之後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也覺得應該是時候 可以拿出來用一下 因為其實我覺得 大家要討論政治可以 但是不應該這麼 就是這麼激動 然後用這種當面對別人 用這種直接攻擊 然後甚至是恐嚇的方式 對待別人 是非常沒有 比較沒理性 是非我族類 就是真的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對啊 就是不需要到這樣子 所以我就是這個板子 也寫了一下說 就是因為剛剛瑞德哥也有教授說 到底要怎麼樣告才會拿得到錢 就是這邊也是提醒大家說 不要高雄還沒有發大財 大家就先破財 所以就是提醒大家 在講話之前一定要謹慎 謹言盛行啦 不要使用一些攻擊的詞彙 然後搞得自己都沒有 就是你一千塊要花出來買煎餅 都還拿不出來 因為要先去付給賠償費了這樣子 好 但黃杰你怎麼來看 確實上個星期六的高雄 真的是變成了韓粉的天堂嗎 到處都是韓國瑜動算嗎 真的 韓國瑜之前不是講說 政治零分 經濟要一百分嗎 這個就說到真的 禮拜六的狀況 真的是盛況空前啦 因為之前韓國瑜說 從他上任之後 高雄變得多熱鬧 然後景氣多好 其實都看不到 但這一天是真的看到了 因為韓粉都聚集到高雄 反而隔天台北沒有人 這也是我覺得蠻好笑的 就是隔天7月7號 他們在凱道的造勢 人真是非常出奇的少 然後非常沒有存在感的一個活動 反而是前一天在高雄 你到每個地方 幾乎都會看到穿著國旗裝的人 所以我會覺得 哇 終於高雄好像 有了這麼一點的熱絡的氣氛 就是在7月6號那一天了 但是觀光局長說 他創造了20億的觀光效益喔 所以剛剛如果是這樣講的話 韓粉就說 那我們真的是讓高雄發大財囉 這個我必須就要說一下 潘局長他這個人 他以往都是就是 說得比做得快啦 因為他從1月開始 他包括說他 其今有一個滿月趴 然後到高雄的花燈節 他每一次都說 他創造了幾十億的商機 他每一次都大概說50億 所以這次他算是說比較少的了 比較保守一點了 然後之前我們在質詢的時候 其實也一直有問潘局長說 哇 你這個幾億 幾億到底怎麼算的 他就說沒有啦 我把機票加進去了 他就想說哇 這個機票他怎麼預估的 而且這個產值竟然算在高雄裡面 那所以我就很好奇說 他這個數字基本上 第一個是非常不精確 他都不會用一些具體的事實 來告訴大家說 這個幾億幾億是怎麼創造的 再來是他本來就是很喜歡 這樣子畫大餅的人啦 所以他說可能這20億商機嘛 他也沒有說實際上 到底這個商機是如何落實 包括過去的整個韓市府簽的MOU 也都不知道 這個MOU到底有沒有實踐 差不多就是這樣的概念啦 所以對於韓市府 他們的話大家必須要打折扣 是一定要保留的啦